不会啊,硬盘有问题,你RYSO也不能停,RYSO 光看电象,你要是有一点格式错,肯定是不应的 但在下载的时候,刚刚电下载的时候, 有,刚才还有多少吗? 嗯,不过多少吗? 不过说之前肯定有点四,我有印象这一点四大 嗯,他肯定是自己放上那文件,漏了一个那个,重新打包上来的 马上咱们上去看一下日期嘛,因为你看他干净日期,不要看日期 9月29号啊,这肯定不对,不管了不管了,这肯定是不对的,不应该这样 好,我们继续哈,咱们上一周呢,介绍了一下这个802.X的一个 技术工作,然后做了一个最基本的叫802.X的那个EAPMD5 MD5呢,有一个问题就是MD5在发送自己的工程,就是发送自己的运气 充分的时候,在这一段上呢,是明文的,就比方说我用红密码,这边是明文的 无线环境的,这个设备到AP啊,或者到WC之间啊,原来是一个 变化区,特地open,任何数据都你们都可以去,人家都可以看到 这种情况下,用户名是绝对暴露在这个,它能暴露在这个 通常环境里面。 就跟他们虽然中的派遇到对RAschool list 常环境链指望的依词按照盘,还是大家想觉得 什么都没有呢? 因爹讲,如果有任何 我不知道,一些我 Cisco的护士能本身,我 varios 只要你把并是个大契 HARRIS dynamic,无线还不光是个HUB, 还不能讲一个HUB,它同一频段的 比方说,你其中文在那个2.413比方这个频段上 这个频段附近左右的FG金比如12.NK الك举佛 都是一个共享,一个贷款。 你看我们这个贷款不是什么1,6,10,1吗? 又是什么这样吗?因为今天2,4和这个1是评别的。 比如说你正在1上面,人家放在评到2上,评到2,4, 而且还占你。 而且如果你发现2在发出,你这个评到1还不能发出。 整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汉,而且共享的就是, 彻底的是共享,而且单双公的,就是明显是单双公的。 AP给你发个消息,对吧? 所有人都得听的,不管周围有多少用户。 然后周围有一个用户给AP发消息,其他所有用户都得听。 非常卡。 无线效率非常低啊。 无线,你看现在80201AC说是1MG或者1.3G带宽, 到这个速度了,其实它把你的那个带宽基本上占掉了, 它用了1,6,它那个AC用的是那个5G, 5G的话它用了那个,用的连续占了大概多少, 占了5个段,才能达到这个速度。 那这5个段全是同步。 5个段的那个频道全是同步。 而且,而且这个速度非常低啊。 先砍掉1万,先砍掉,最佳速度的情况下就是先到600Mbps。 然后600Mbps大概还要再砍掉最少百分之二十。 也就是,能有个400Mbps左右。 残疾速度大概出于8,50Mbps吧。 这1.3G的这个AC最多能有50Mbps,残疾速度就不得了。 而且还是一个用户,一个AP。 10个用户就是运强5G。 这个效率也很窄啊,我觉得就是能有机会装有线的时候。 你现在万兆都快到桌面了。 你有机会装有线的时候,永远不要考虑游户。 你现在测量太多。 那么就不是一个真的能够使用的800Mbps。 其实,对于在发展的时候,不过那么特高。 你看上网上的邮件,就需要多少,一两百贴的连续。 这个是EAP。 EAP在这段时间没有保护。 我找一个那个看一下。 找一个这个。 有一个关于这个,讲完再去找。 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其实咱们是不能用在商用环境的。 你可以看到这一点。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例子。 就是,原来新版本的那个。 你看我这个新版本里面。 游戏这样的版本。 他都把那个MD5的Challenge的那个常务都推了。 有身份验证,对吧。 你看。 你都没有那个MD5的Challenge。 因为他这也不安全嘛。 对吧。 他把那个用户身份送出去。 就这种情况下,你看。 我们通常承计的方式是什么的。 要不然是这个。 要受保护的EAP,EAP。 要不然是新出的。 如果你要是司科设备的,司科还可以给你装一种。 原来你有司科的那种。 还可以给司科给网卡装的。 直接叫做FAS。 叫FAS。 这个都是身份验证方式。 就是很好的。 就是来屏蔽你的那个用户身份。 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像这张图在外面加管道。 对吧。 这样的话,你外面进行的数据。 你从这边去抓这个数据,你就看不懂。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个。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个。 高级版的版本。 PEAP。 PEAP呢,叫做保护性的EAP。 因为之前他认为这个EAP不是没保护吗? 对吧。 那就保护性EAP。 叫PEAP。 这个PEAP呢, 因为Windows自动默认之主。 所以现在用的比较快。 嗯,我看一下它改图啊。 找张图。 你把这图加进来。 EAP。 这边我有个书。 叫个无线。 叫无线安全。 那个书不错。 叫个无线Sphere Relay。 这边有点强势。 我们就不看啊,我就找图看的。 不是这种。 我不是找那个啊,我就找图看。 来看,找图看。 来看,找图看。 PEAP的这个流程比较。 但是PEAP确实也是比较安全的方式。 这张图,我这张就这张,上去看看。 想说可能看不太轻啊。 我看是不是PEAP。 是吧。 我看是不是吧。 这TLS,就是EAP内部。 没错。 这就是。 这就是PEAP吧。 PEAPTLV。 这个就是。 这图大概说一下。 这图大概说一下。 天, 太不轻易了。 就是。 通常从在。 可以看出来一点。 看出来从来看出来。 看出来这个。 安全措施其实做的还是比较完善的。 那这是我PCD。 是吧。 我不管阶段是有线还是无线。 那这个设备可能是我的那个AP或者是我的那个有线交换机。 对吧。 那我连上去, 你看干什么啊。 因为这个设备要去开发了一个X。 所以呢。 NAS就是。 就是Network。 那个。 那个什么。 Access Server。 这个服务器。 它就会发一个identity. 说这个接口啊。 你一上来, 我给你说我要验证的。 是吧。 这叫身份请求。 你要给我发钱。 是吧。 这个设备直接回一个identity. Response。 但是Response不是发身份啊。 就是说。 OK。 我可以给你开那个。 啊。 这种身份人员的标记。 这时候下来干什么呢? 你把identity. Response发上去以后。 这个交换机啊。 或者是AP啊。 就把你这个Response给它变成802点。 变成那个EAP的那个。 EAP的那个Request。 EAPRequest呢。 发给谁呢? 发给SS。 发给SS。 啊。 这个SS后面可能还接了一个那个AD啊。 有什么呢? 是AD。 怎么说这个。 那因为现在企业就这么多了。 是吧。 SS接到AD上去。 那这一段就是什么呢? 就是identity. 这个时候这个设备首先不干这个事。 他首先推一张证据过来。 这张叫EAPTLS。 他去干什么呢? 通过以后,是吧。 通过以后呢, 客户端给你发一个叫做SenterHello。 这个Hello包是直接被, 相当于被中继到。 对这次被中继到的SS。 SS推什么呢? 推自己的证据下来。 SS把自己的证据下来。 SS把自己的证据下来。 SS把自己的一个证据。 这个证据就是说, 我是谁, 你要你要怎么验证我们。 这个证据。 推一个这个, 然后开始做什么呢? 开始做K限制。 开始做这个, 叫证据限制。 就是, 就是密钥交换。 就是密钥交换工作。 这个密钥交换工作不是去发密钥。 他把证据下来以后呢, 这个这个设备干什么呢? 这个设备利用自己的那个, 我这真是TLS。 我这是那个什么啊? 我这是, 我这是TLS。 因为底下你看我也在发证据。 我这发这个也是证据吧。 本来证据发过去。 真是, 这比这个还要复杂可能, 还要长一点。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 我看看底下有一个。 我觉得最长的一个DPS。 这个是吧? L-EAP。 L-EAP, 还不是。 L-EAP是那个前身。 这是DPS。 这是发现。 没有这个。 微博肯定有。 我的文档下来有问题。 但是, 有应该是长图。 嗯? 什么这个图是什么图牢。 是不是? 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啊? 不是。 这个不是。 这是文件包格式。 这种图牢。 为什么我们就做这种图牢。 嗯, 15。 我拿3码 拿3码 这是GLS 这是EAP 这是L EAP 这是BUS 拿去上面 L EAP GLS 这GLS 这GLS 这两边交互证书 这可能就是 因为PAP也支持你用户证书交互 那拿去 然后这里是EAP PAS L EAP 好像这算是 我确认一下吧 这个叫 这个15 我说不错 这个说讲一讲讲的不错 嗯 没办法 我也不想看 看了 用户是哪个文件啊 15GT 就那个 15GT 15GT 还是 好 那种选择 这个情况下 把这个 把这个证书发过去呢 如果用户有证书 用户可以用证书来 做回应 这个中间过程 你看我像你发证书 你像我发证书啊 我们两个就会产生一个Pay 就叫MSP 这个MSP 就是将来我 行程保密听到我们的Pay 证书里如果发现我们今天有个相互电净 证书的话 Pay 有的时候这个关系没有 就是我不见得这里要用户证书 用户呢 去验证一下 服务端证书就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服务端证书也足够让咱们形成一条 这个就写的 这是Pay Pay 这是Pay 这个Pay 这个Pay的过程呢 是这样 就是上面这一段 将来我的目的 第一个 这个设备验证了用户 验证了ACS的程度 第二个你看 我们是一个共产的Pay 拿共产Pay干什么呢 就形成一个加密通告 EAP Success第一阶段过程以后呢 形成加密通告 从这开始 这个时候ACS仅仅是 还没有验证用户身份 形成的通告 是吧 然后下面这个EAP呢 就发一个请求 你要给我发通告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设备 要给你回 他会发一堆消息 然后这时候我会给你回我的 这个 turnal response 这个turnal response就是 实际上现在这个通告 已经被加密了 那这样的话 我给你隔离消息实际上 就我的身份 我叫做名的成份 在这个底下 咱们能做什么 在这里下 咱们可以做CHP 就是 我在这个保护通告里面 我继续去做那个MD5 做的类似的 比方要挑战 就是 上周不讲过MD5怎么做吗 你给我发用户身份 对吧 然后呢 发用户名 我在这边拿用户 我这边给你产生个挑战 就对这个 我发给这个 DAP request 实际上就是挑战 你给我发 你给我发一个随机值 我按这个随机值 算一个那个PT 你们俩自己比较 比较的结果如果相同 那么这个系统就给你回一个 创估表示 成功 那么这样 这个过程中间 又会产生一个密码 又产生一个新的密码 这个新的口令 相当于是 将来给你用户加密的时候 比如说 我这是无线设备 对吧 那将来你的P就是 通过这个方案 有线就不通在这个问题了 有线就是 有线就是 要不然你认证通过 我这个接口就放开 要不然你认证不通过 这个接口就不放开 所以我们现在 就找一个P的通过程 但是机具是一样的 原理是一样的 这就是PAP 那 对这么多周章 其实就一个目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保护一下 用户的I个目的 你的用户身份 在弹记的时候 绝对不会被泄露 而MD5做不到这点 所以MD5现在不足够 那PAP呢 现在是一个比较 支持的比较多的原因 在这个里面 你可以采取多种的方式 什么MD5 MX上方 都可以自动去取 码码能看到 默认温暖设备 呢 MD5 来做后续的 这个是 咱们的一个过程 它可以别转 这是保护性的MD5 这一段就是保护 底下就是咱们之前 搞的MD5 相当于 所以相当于多点过程 然后来做一下验证 那这个咱们 今天给你一个 等会儿说了 明天来 我们看一下啊 今天呢我们找一个那个什么 因为我找了一个 因为我装了一台席架 然后呢来做这个 咱们上桌那个 不是 今天都做在了 是吧 做就能做是吧 但是呢 不方便我理系统都不方便 咱们今天呢拿了一个 我拿了一个架子 就 图在哪 诶 我图呢 这个图 这就是我变换机架 我懒得改了 这上面就是咱们MP的那个变换机架 我不动了 我我接了两根线 接在那个变换机架的搜集三上 这个是不是3560 所以我们来做咱们那个 这是一个15.0的版本 15.0的OS 这个版本做那个 这就是咱们现在考试的版本 就是 虽然我讲 再讲ICS 但实际上 交换机的所有PC 这边是IS1也好 这边是交换机架 也不一样 实际上并没有 交换机也是一样讲的 那接上去干嘛呢 这是F021 F022 F022呢 接的这个设备 我搞了个物理设备 我搞了个PC机在这 真的PC机在这 然后这PC机两块卡 还有块卡是 9.231 这个笔记就是我可以 RTC上去吧 远程上去去管理这个设备 是吧 然后这样的话 这个设备就到这 两块方法接的 那么F021后面接的什么呢 接的这个 这个主机里面呢 我放了三条设备 这台是管理设备 这台管理设备 这台设备 这台设备好像现在挂了 因为我把删了 现在就剩下这个 一个是AD和C 这就是将来 将来如果我放那个什么 将来我如果去 绑定那个证书啊 还有做那个什么AD管理预计 联动啊 原来就是这个设备 那ACS呢 是我设备的 那这些设备其实都是虚拟机 是吧 虚拟机呢 我装在一个那个 变换机下 就是虚拟机 然后直接接在这个 背后上面 是吧 这台设备其实是 这个虚拟机啊 实际上还有块 网卡 网卡在这儿 比方说 嗯 我有什么话啊 这个这个虚拟机 我可以直接登录嘛 因为它有个中路界面 管理界面 是吧 我可以登上去就可以操控这个 是吧 这个机器的地址是 10点 125点 18点 不管 你东西这个地址 反正这个地址 我就可以直接登上这个设备 然后呢 看一下这三点设备 这个设备好像没有 反正没有 都能挂 嗯 嗯 那他就 嗯 首先 层空间层层层层层 发现哎 好 把这钱 把这钱 放上去的那个 那个那个硬盘给删 这咱们现在图啊 我就用这个图呢 来做一下咱们的那个 DAP的路 嗯 OK 看一下视频吧 嗯 嗯 这9点254 98点254 这是那个什么 这是我 嗯 嗯 这视频还在 但是那个什么没了 但是 随便 嗯 全挂 改了名 改了名 和目录我没改 只是我以为那个是没有的 所以三个人想不到 嗯 你想要IC完没装 不装的一波一波就装了 这个是咱们的那个 这是那个 AD200 2008 我装一个seller 装AD啊 装DNS啊 装IIS 这个是SS5.3 装的那个SS 这个是 这两个设备的一个 是吧 你看 你看网卡设计啊 你看网卡 网卡丢了一块网卡在这儿 就是 801.1 X 实际上就是咱们一块网卡 另外一块网卡 那这个网卡怎么绑定呢 网卡是这样的呢 你看看咱们这个图啊 这边有一个配置 对吧 那这网卡我们接的 网络是不是这两块 那两块 那两块我怎么接的呢 这有一个网络 上面就用来管理的 所以说我直接上去 我东西就管理界面 所以说 这个 对吧 那另外一块 到底他接哪些事 这几个设备 就在他们接的 i 这块网卡 这块网卡 是自己起的名字啊 802.1 因为做801X的 做801X机架 然后呢 这几个设备 这样 这样的好 通过这方式的关系 那我另外那个设备呢 我另外那个TES PC呢 TES PC我专门搞了一台网 所以很简单 我在这边在 小型灯路上就用了 这是9.231 这是我直接登上来 是吧 我这个设备也比较 也比较神 这个Windows比较奇怪 这个桌面不能拖 你这个用可以用 但是桌面千万不能放大放小 一拖就一拖就坏 一拖就坏 哎呦 那我现在就麻烦了 我这个面率不行啊 我这个面率会表现 直接我会去拖的 这是问题的桌面 我改小一点 改成八百千六百千 要不然让他们那一拖 就足够大 就我这样说可以 但我不能改成和尺寸 我一改成和尺寸 这个画面就不能放了 这个能进来 对吧 这块网卡你看一下怎么可以 这上面两块网卡 一块是我上去管理的 这块是我上去管理的 接在那个Walks 上去 对面231 对吧 这块网卡是插在那个 我的这个地下 插在这 插在这个 那 那 从哪开始呢 咱们先登录那个 我这个不能动 我们就切换可以 咱不能去小画 也不能去大画 神了 搞了两天没搞定 这些这么奇怪事情 我给你搞定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那Windows啊 这个远程庄面 不能够拖大小 拖一下就没了 太奇怪了 嗯 这也很稀罚的问题 9.201 是我的那个 召唤机架 我记得这个201 那 我召唤机架 嗯 嗯 我其他设备 其实可以不增了 因为其实我就用随机架 我看随机架 是什么样啊 嗯 我特别的清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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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三个机架 我都听到 一两间 Cafe 这张赏 这几个字 我关了不用了 反西不快 这个 那么什么思路呢 我现在是投入键 投入键 对吧 我现在呢 在这个接口上 开 开进来以后呢 那么 如果你开自PC 要上去 对吧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认证方式 在这个接口上 怎么认证呢 这个设备将来作为 Authentator 也就是咱们的AEA 刚才把消息发给谁呢 发给这个 OSS OSS怎么管理呢 他说我干脆通过这个管理吧 因为这个设备现在挂了 对吧 这个设备两二级网站 可以管理 对吧 我就分入这个设备去管理它 SS 看看SS能不能放口 啊 我先看SS 起企业 原来SS 有个设备起企业比较慢 这个呢 SS在这 看看SS SS呢 控制它打开 嗯 嗯 整个 哎呀 它的密板是 这路面写的 密板是 这边写的 我 好 行吧 好 原来呢 show application 笔特 这个你来看你的Acea的状态 是吧 如果都显示上你 OK 第几多少 我来看一下 第几个 第几个是10点1点1点10 OK 那我这几个第几个 我说整个这个网络规划 就知道还能10点1点10 那我登那个AD 你来 这个 你来登吧 嗯 等路 嗯 嗯 嗯 继续把123 嗯 收上来 收上来 收上来以后呢 那这个设备呢 我去管理的话 我就开这个 看一下这个 嗯 嗯 嗯 一只 HQPS 然后 210 10点1点1点10 这个 一定有个好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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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 一 一 用 一 三 一 一 一 把 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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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因为是红固版本,这里有一个红固版,然后底单,是吧,最后在咱们见面,咱们先看过,那我来登录的话,你想,我首先要做一件事,我要把那个suit跟我这个suf的关联上,是吧,首先我要在这边绑定一个随时三的地址,我随时三地均多少呢,我没有做过设置,我现在在这边先绑定,然后在这边写一句,一件事,我在这边地址写什么呢, 这边这个地址写成,嗯,这边我自己啊,绑定一个net of resource,是吧,绑定这个AI团里,嗯,把它删了,我之前做的,好,这边可能还有一些PG吧,我上次做过,我把它删一下啊,我们这个PG做的,做了一些实验,这个可能有点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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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谢谢大家 我建一个客户对吧 这时候我到交换机上去做一下 绿色看行程 关了 看不到 好 这边抬起来了 那我这边呢 首先是我要创建一个VPG 创建一个HopM VP3 然后呢我创建一下VLine 这样的话 我将来把这个接口 画进VLine10里 比如说interface f1-21 interface interface f1-21-22 这两个接口呢 只要是标准 pout mod tres vlan invlan10 然后我写一个interface 写个地址 10.1.1.1 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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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我这做法是不是 我这样做的话 相当于我这个 interface的VLine10 这个就开到了 所以VLine10开了吧 是吧 VP跑一下 VP走卖 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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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提 BP 你自己 boi 初心 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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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首先做一件事情 PIN10.1.1.11 我的那个2008那个SERVER 还有10 S S 可以拼充 那这样我就跟联通信息没问题了 那我来做数据三 数据三 咱们应该做什么 首先咱们是不是应该做一个 AAA信仰保护 AAD model 是吧 然后第二步是信仰保护 Login Login Login的时候呢 使用一个保护 那 Login 对吧 先用Line线下密码 如果没有 用Login 然后再线下 这个Council里呢 可以不敲Council的 直接敲Login 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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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寫这个B 10 吧 Uran 40 10 10 5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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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是吧 然后你要是跟OSPORT也可以 肯定也可以 嗯 什么 一般情况我们要跟一个OSPORT 1812 1812 18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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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这个如果我要做什么 这是 开启咱们那个 AA A Shot 你追击开什么就不能开log in 了吧 因为将来我在所谓3在这个介绍上 要去开招推插认证 是吧认证是有名字的 招推插是有名字的 是吧那我就招推插 然后再往下 是吧有 default 可以用 default 那有名字呢就可以用名字 但其实我在这里定义 你看没有定义任何名字吧 我就写了就一句话了 是吧那就是 default 哦不对 这个是我将来要调用的名字 我这个调用我还是没地方调用 因为招推插那个东西 我没有地方再去指定一下 是吧 哎应该有名字 可以去使用 可以 写名的 招推插用什么呢 用 这是vty 用vty 是吧然后 default 然后是 如果 如果你没写名字 那你直接写 直接写 写名字呢就在这里 是吧 因为我上面直接写的这个 没名字 是吧 那我直接在这边 这是造成其他的 开关 除了认证 我还要做 出钱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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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项呢 选项有很多 但是咱们能用的其实就得 因为这是关于你网络接入 部分 后面 也是啊 我用vty 在vty 我这个算不算vty 我这个算不算vty 应该叫vty 我应该是 我应该是做 嗯 做接口的 做接口的话 可能不能写这个 写这个的话 将来这块叫用 这些东西 你你写了名字 我将来不能在接口下 就用这个印证叫vty 用写啊 什么写啊 什么写啊 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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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拿去 写啊 写啊 就是 写啊 写啊 没有,除非你在这个上再开除 但是你如果不开这个的话,接口上哪个问题呢? 然后我们去做完测试吧,比方说我这个搜寻3 能不能访问我的ACS,我还不知道 是吧,能不能到的ACS,我还不知道 是吧,怎么做测试呢? 现在我自己的这个店链上,是吧 这个先搞个用户啊,然后我先搞个用户 先搞个用户,是吧,这个user呢 先搞个用户,那等一下慢慢 我就创建个用户里面做测试吧,那开始不得了 有什么? 慢 我点的是这个,把这个的,再点一个就下来 所以他创建一下创建 用户比方说游户 放在哪个组里面 放在这个 用户里面 然后点 放在用户 在做任何其他事情之前 先做一下 然后呢 货卖其实应该跟你的 VBS 名字了 但是我这个没有写 写一写 在后面 用的内容 用的 用的 然后呢 发作呢 对吧 这就拒绝了 没上来 啥什么原因 直接被拒绝 看一下 这边看一下 为什么不拒绝了 找一找吧 这个不复杂 你看他们是肯定 肯定一盘首先是这样的吧 用户来肯定是为我这个什么 我这个 走的是什么走的是这个 我不知道 我看一下 啊 一大天 首先做的策略 没有 也不行 做下这个 把这个去掉 然后加一下这个 我就不用compose 我就用这个什么 嗯,IGENTY GROUP吧 默认时间还是这个,默认时间应该是这个 这个是 嗯,这个无所谓吧 这个我之前选的好像是这个,我选的是补出口 嗯,哎,先默认选的是什么,默认好像选的是什么 嗯,好像是什么 NPG,TIPE,LOCATION和DATA时间好像,我觉得好像是这个 嗯,这个我改掉啊,这个我现在选的叫做 RULER FACED RESONT 就是说,基于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不是你进来以后 第一件事情不是要判断兴奋吗 判断兴奋是ITEMITY,对吧 判断兴奋的时候呢,你看,有单一结果和复合结果 复合结果就是根据你的判断来选择进哪一个ITEMITY来选择 咱们就点这个也行 点这个不管,点这个你看默认就是一定的 选择酷就是一定的 是吧 对 OK,再去测试一下啊 那先测试肯定不错 诶,再来一看 诶,还有问题吗 我看一下我的RULER FACED RESONT 可能有一堆 然后现在过了 RULER FACED RESONT RULER FACED RESONT 没错啊 POLICY呢 POLICY也没有换 应该是对的,咱们看一下这个 我看一下我的内容是什么结果 为什么会拒绝呢 还有个地方 TACED RESONT 可能会拒绝,就是什么呢 你看你的这个 Access QUALITY 当中啊 这一项叫做 Selection RULER 是吧,有两项 那这底下有两个 一个叫Default Net of Success 你看你点这里是 Identity 是吧 点这里你看,点上面这个 是它允许的普通号 有可能做普通号没写 行了 我这样勾选这个你才做测试 是OLO PAP ASC 你才做测试 我这边也是对的 因为这边我拖了 这样我没改过 那应该是正确的 我来看一下啊 没有拖啊 能看到啊 明显的 上面能看到 不一定会继续 肯定学错 哎,什么原因啊 点一下这个Favorite野心 点这个TACED RESONT 太多了 我们很能够 我们看下 点标准 给大家看 得出一个 点标准 点标准 给大家看 通常 我们看的 都蠶大 有点 是 啊,select authorizing profile is denying 诶,还挺好的啊,告诉我什么原因 我这边做过一次这个实验 就是,我估计是把这个接口上面的那个 什么给点 让它人形 因为没授权了 但是我那个最后那个授权是denying 是放了这个 我这个放在这个 尸尸尬里面这个 是不是很棒 你说我自己本身很好 诶 Belang 你看这里 比报的策略是挺大样的算是吧 所以应该给此来的 选一个允许 要不然过不去吧 OK 好对了啊 这对了 这时候最终默认可以使用 改挺多的所以这就对了 是吧成功 这是第一步就是你要去测试一下你的这个 设备是不是正确 然后呢 这样啊 那你现在要开pap认真是吧 pap认真在我这边需要做什么策略呢 因为首先啊你要想做 东京当然很简单你说现在只要用户密码 一上我用pap肯定会过 但是这个是 这个什么过程呢 就不是这样子 首先呢是 aaserver是sluit 用户密码呢是在你本地用户密码 那么上来的时候匹配的什么rolar 上来首先匹配的这个 这个顺序 service 如果是radius 如果是radius呢 就匹配你的这个rolar1 rolar1进什么呢 结果将来就进这个 进这个里面有什么选项呢 它有默认的哪些protocol 它有什么选项能够进 你看哪些啊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vacd 那又是用vacd也做人认 底下这个你看 这是什么呢 这里就是测试的tfd 然后你看这是什么tfmd5 是吧 这是什么tos 进数字认真 再往下 tf 它默认都是开的吧 比如说一个default 是s的 其实你用什么方式 进入都是可以成的 是吧 那如果这样子呢 比方说我希望 再来做一件事 做什么事呢 就是我要能区分哪个是peap 哪个是eapf 哪个是tls 就是我希望通过什么 我希望通过一种方式来区分出来 你将来进来的时候去peap 然后再给它推一个特别 就是基于认证方法 其实我是可以推推分点 那我这个应该怎么做 人家也是可以做的 你看我这样 嗯 我就先做吧 你在这个 嗯 我们在这个peap里面 你看 offdownu许里面 将来可以加一点 加它什么呢 你看它是compose讯 它是这个cognition里面 是compose讯的 在授权里面 咱们可以创建一个这个类型 那我这样想 首先匹配igntgrove igntgrove 我没定义吧 我有个g1 我把g1去吧 不用去掉 我去做一下g1 我就把我的u的1 画进g1 里面 好 这里面有一个 最先是基于主做的 基于主做 那么这样啊 不是也不能 但是最好不要 是吧 我选这个 是吧 然后编织一下 我都画进组里 我都画进那个 我定义好的g1 那个组里 我可以准备一下 定买g1 那个组里 是吧 进这个组里 然后干什么呢 在定义你的策略的时候 在定义你的这个结果集的时候 在定义你的这个结果集的时候 将来实际上 我有些条件的 我都做的 那么之前咱们等会 先做这个 你这个视线策略默认是permita 对吧 那就不能做区分了吗 那我怎么办呢 我另外定义一个普通话 在这里吧 叫Polyse Allen 设计元素 我在里面定义一下这个 Autholation profile 我先建一个 那我先建一个 那我先建一个什么策略呢 比方说叫VLine 10 我叫固定VLine 就是将来 如果你数据包进来 如果你用户进来 如果通过PEI电线 我给你推进VLine 叫固定 那这个怎么选呢 那这个怎么选呢 比方这里我将来选什么呢 首先在这里选 VLine 那这里选VLine 选什么呢 Static 这边写上 随便一下 这时候我就有一个策略 叫固定VLine 好 那我怎么绑定呢 我到这边来 在Autholation底下去绑定 这个绑定 你看稍微有点复杂 首先呢 是匹配 所以第一个匹配组 比方说你的组组机万组 就是机万组 光机万组还不行 我还要给你加个组 你必须是PEAP上来认证 我才给你通过 那这边选什么呢 我在这边选一个叫做Sysm 这边选项比较多啊 第二个就是说 它们这个匹配项的那个区分 然后选Sysm 就那么这个Autholation 你看有很多选项 有选项是什么主机名啊 还有什么认证Snow啊 还有什么认证方法啊 还有EAP认证呢 这种有一个有用的叫什么 叫这个EAPTN 就是说 我们现在EAPTNN 实际上有好几种 我们刚才从你看到了 TLS也是EAPTNN 然后那个Buds也是EAPTNN 这时候咱们怎么办呢 你看 在这里可以点一下OK 然后呢 选一下 EAPTNNN DAPTNNN DAPTNNN 我选EAPTNNN 就比较说我就是什么呢 我就是EAP认证 对吧 就是你的认证方式 将来是EAP认证 才能满足我的条件 这个 我点了 这上面是你的筛选结果 就是说 你的那个用户名 是主一的 对吧 而且你的认证方式进来的时候 要是EAP 这个时候 我再给你推 策略 什么策略呢 固定 OK OK 就是我的方式 你看 这样做 我可以干一件事 Interface F022 我是不是已经把它画进了 再来使用 OK不画吧 你去掉吧 no 但是我保留哪个句呢 保留这句 这句要有 这句没有的话 你用它开 OK 后面删掉 然后希望什么 如果你通过认证 我就能进什么 我就能被放进来 这个你也可以做一下那个测试 test AEU 拥有 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 user pustle resist 你看我这个 你看我这个 我现在test用的是什么 test用的是PPP吧 就是PAP吧 用PAP应该就推不进去 你看 你用PPP上去 你看 它就没有推那个策略 没有推那个VLAN10的策略 因为VLAN10策略是什么呢 VLAN10策略是 什么呢 VLAN10策略是 哪个字位怎么看 哪个字位怎么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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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253 哪个字位怎么看 啊 就是啊 哦 看速度的 看速度的 哦 241是吧 你现在又要看题目吗 啊 啊 tpc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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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让他使用挂了 他只能不能被我删了 哈哈 多不一样 我觉得多不一样 你看这个测试说明什么 说明你用tapn键是不是进不了 这个 是不是出不下来VLAN10 这实际上我把VLAN10策略贴下来了 你看我这边我做一下啊 嗯 假定我把这个麦器箱去点 我把这个动作改一下 我把这个动作改一下 我把这个项删了 然后点 再说 比如说如果是group1就推 就推VLAN10 你再看你再做策略 再推 你是不是把VLAN10推上来了 是吧 但是这个认证是什么呢 这个认证是pap 认证是走的是你的那个选项 哪个选项呢 走的是这个 你不用opputable吗 走的是这个 啊 而我现在要确定是pap吧 是吧 所以呢我在这边做一下 什么呢我的profile 我现在要得的比较主要 啊 是match专门的想 从这边啊 我再写一下 我把这compulsion加一下 把这个部分 弄一下我的这个策略 现在我这个 编辑一下啊 我觉得是有区别的 你看我这边加上 我这个compulsion策略里面 体配的是pap方式 你才可以给我推VLAN10 如果不是pap方式 你就不能给我推 Tanel Tanel选了 Tanel是用来推分的 我用tanel t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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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测试的时候 你看 你就不推VLAN了 因为你能评论条件 是吧 好 这个咱们怎么去测试 找P2G 应该是在F022 好 这个接口开两句话 一句话是authentation tanel 开启这个authentation 第二句话 到tanel t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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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完了啊 我这个已经开始开了 是吧 你看 你再报 开始做到tanel 但是呢 没有 咱们去哪呢 去我的这个pb看 pb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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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pb这样的 pb比较讨厌的地方是这个 Windows XP啊 非常方便的能够把那个 窗口谈起来 但是他会谈一个pb 像咱们上队说的M2 M2 2013都会谈的 但是这个设备很讨厌 哎 我都没 你这种线缆是拔掉的 你线缆不可能被拔掉了 你再抱一抱 然后开起来 好对 这边你看 然后再开一下 这个管理 我就给你等下啊 就够了这管理 我就给你等下啊 那 dreams 很不够了 我做了这个管理 我就给你等下啊 这个设备我现在做一下 这个设备是这样的 这个设备我装了一个软件 叫rnconnect 这个软件有用 咱们现在暂时不用 我先把它卸载掉 不卸载的话 你的设备不能被那个 不能被自己管理 当然它被这个管理 rb管理其实也行吧 但咱们没说过 没说到这一点 要不然现在就装了 不说不说 我删掉啊 如果咱们重装的时候 你能看到一个过程 嗯 这个软件呢 是那个什么啊 这个软件是 呃 就是 思科出的一个 自己的一个 那个 软件 这个软件代表 enic代表咱们讲的vpn 是讲过了 是吧 啊 enic代表咱们讲的vpn 很多文件 点算的话 你看能出什么 啊 将来可以负责管理vpn enic代vpn 就是咱们那个ikevr 和那个什么sr 用来 用这个接触来 都是客户端 咱们之前是不是拿那个 反正我想直接往下推这个软件 软件不全 对吧 这个软件是一组套件 还包括什么呢 还包括这个 这一项啊 是吧 这套就用来管理 就用来管理你的那个 网卡 啊 管理你的网络揭入了 那我我我之前勾的就这个 我选别的就选到这个 然后安装就 安装 安装安装呢 将来是这个结果 安装完出来是这样一个组件 这个组件里面呢 你看 他有netalk 对吧 还有选项 你可以点一下 点netalk 对吧 这个我先把这个删了 他默认有一个这个 这你不要用 默认这个没有用 这个这个不方便 因为他默认实际上 只有一种选项 就是tap 这个这个 而且也没法编辑 是吧 这边选 nable 有网卡是没找到吗 我这个网卡也没起 网卡应该起 我还没了我去看 我重新到这里吧 初一点 通知一下 可能派这个 最后一眼 biography open 是 as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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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要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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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就是说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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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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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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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啊 啊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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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是吧 是吧 就是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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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是吧 好 是吧 是吧 是 我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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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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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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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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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